最後想不到 沒有不知道 嗨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姊妹 OS 和羅倫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今天我們要討論一個像很少談的軟性的主題 來 正妹們 你們走在路上的時候 有沒有男生向你們搭訕過曾經 搭訕的經驗就對了 被搭訕 我在這裡是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也有 所以待會 我們待會可以分享一下 那我們先請女生講好了 其實我覺得聽起來就是羅文老師非常想講 我自己虛擬出來一個人 在捷運上搭訕 我們就聽聽看羅文老師的故事吧 搭捷運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也是蠻意外的 可是我們搭訕過兩次 一次是我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然後就有兩個女生騎摩托車過來 然後就在那天 欸哈囉哈囉 我就說 太危險了吧 哈囉哈囉 你說編騎 對 編騎 然後說哈囉哈囉 然後就說什麼事 然後我就停到路邊去 然後他們就說 可以認識你一下嗎 天啊 我說現在女生這麼有勇氣還怎樣 聽起來是比如說我們兩個人感情比較好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 搭訕 搭訕 因為一般騎機車誰會去跟人家搭訕 這個聽起來不太正常 好 可是 可是後來他們還真的有打電話給我 是真的有 因為他們有跟我要那個手機幹嘛的 然後想說 啊隨便 所以還有什麼目的 欸不好意思我們要做直銷喔 請你在 沒有啦 直銷我是直接掛電話 那他就是直接認識一下 要一下電話這樣 然後電視電話要了之後 然後我就走了 他走了之後 欸想說他還真的 真的有打電話過來 所以有約你吃飯嗎 打一次電話之後聊一下 然後就沒有後期 因為不是你的菜 欸對對對 關鍵形式 另外一個是在坐捷運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過來 然後就是說 欸你這包包蠻好看的耶 請問在哪裡買 欸我覺得這招是蠻不錯的 就是他會讓你鬆懈一下界限 沒有他只是單純想問你 他純粹是想要換包包了 對不對 沒有他後來就聊聊聊聊 後來就很久加來 欸我覺得這不錯 就是在搭訕的時候 可以從他身邊的東西下手 欸我覺得你的鞋子很好看啊 欸我覺得你的包包不錯啊 在哪裡買的這樣 是高手 對這招我覺得算不錯 算不錯 好啦我講完了 你不要不相信 我本來也不太相信 是不是 但是還是有遇到 那就請女生分享經驗 你先講 我就是之前我自己一個人出國的時候 然後坐在那個等候飛機的地方 然後就有一個男生就過來找我聊天 然後他就說可不可以加我臉書 因為我的個性是比較 保守 以前比較沒有沒有 我以前比較不懂的拒絕人 所以我真的有加他的FB 對 對然後就是他那邊跟我聊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都很禮貌性的回應他 算嗎 呃長得不差 長得不差 後續有聯絡嗎 後續沒什麼在聯絡 可能是我比較冷吧 對 就是他給人家感覺到滿機車的這樣 男生的關係 剛剛我跟老師講的那兩個 我純粹就覺得他們可能就只是 真的是覺得他背包特別好看 他真的想要買包包 對 我覺得卓文老師有時候包包是真的蠻好看的 男性粉絲們千萬不要得罪女性 非常好 好 下一個MM 我 我類似學弟學妹般的種 上課上一半就有人密我FB 因為FB不是都會輸入什麼什麼 我在哪間大學 讀哪間大學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可能就是用那個找 然後就找到我 然後就說 哈囉同學你在上課嗎 蛤你是誰 然後他說真的是你喔 就是他原本是用猜的去密我 他看到你 然後他也有加你好友 對對對 就密我這樣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跟我聊這樣 校祥學姐的學弟 後來有在一起 男分的 學弟們 學弟們 學弟們真的有用喔 真的有用 這一招真的有用 哇 我覺得在看書 看我書 豐兇的 就是因為那時候才有 喔 有需要 對因為那時候在 做發育期的時候 發育期的時候 想要打你 對想說 想說如何增進一下自己的 沒錯 就是還是要看一下 就看一下 好看一下 就很認真 真的是很認真在看那本書 結果就突然一個男生就說 欸 那個小友我可以認識一下你嗎 你知道我那個瞬間就是 那個書就是這樣 啪 然後他就一臉尷尬 然後就看他就說 嗯 可能不方便 然後是 然後書就默默的放下去 放下去就 然後就 很尷尬 很尷尬 各位男生在搭訕的時候 也要看一下情況 對看一下情況 我在看書好嗎 對 你等一下在看那個 這有點白目 對 到底是怎樣的搭訕會比較容易有用 那這一點 Sean應該也是高手 為什麼 你就是搭訕達人 這表現什麼都出現了 你就是PUA Sean之前是有真的去認真研究過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是上過社會心理學 因為我的專業本來是社會系 喔 開始牽脫了 你看 好啦好啦 他是去做學術研究 什麼學術研究 越牽脫越嚴重 我去看過 結果進去那個時候就發現 Sean一直戲稱自己 我跟羅老師兩個是宰男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去那個場合裡面 不誇張 整個比 像自己的工作的那個大教室喔 裡面做滿100多個人 裡面八成是宰男 宰男定義是這樣 小姐我不會跟你做到這種 這一種耶 他這個賺翻耶 你要100個人喔 100 一個人交3萬多塊 而且不只一屆 哇 天啊 一年他開可以開12屆 一個月開一次就好了嘛 天啊 你就知道 男生是很多人很想一輕方則 但是 他個性比較沒有辦法 他就是王者龍要玩太多了嘛 他就吃醋了太多了嘛 他也要怎麼辦嘛 對不對 男生就是色嘛 如果老爸不色的話 怎麼會有門 所以真的有這個需求 那他們其實你感覺出來 那些男生 但是你色也是要看你是對一個人色 還是對很多人色 對 為什麼他連一個人都沒有啊 啊 沒有 他可能有 他是渴望有 也希望有 他真的希望有但他做不到 你不懂得怎麼跟女生來往 因為他不習慣 你應該是沒有認識過吧對不對 所以這個需求是非常大的 然後那些男生其實 真的好好打理的時候 你看得出來他是有潛力的 嗯 但是 他的潛力完全沒有發 他就只會 呵呵呵這樣 就一直亮下去 然後拿個單眼在那邊 拍這個showgirl 那個八七八成都是這個樣子 真的很可憐 所以各位正妹們要 還是稍微體諒一下 對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 大概一下他的一些步驟 那步驟通常都是 第一個就是 找到女生有興趣的話題 修昂就是常被污名化你知道嗎 修昂我跟你講 我就知道你那個柴犬 看李胖把他拿來騙女生用的對不對 沒錯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以為 但是我後來聽了他的故事之後 我就是哇 這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前未婚妻一起合養 然後後來因為分手了之後 被甩了 被甩了之後 他就把這個脫油卷 然後直接 繼續自己養下去這樣 其實是感人的故事啊 然後有被女生 啊啊啊啊 在那邊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這是寵物 下一集會跟羅老師談的 星座 朋友的朋友一示範的話 就聊一下星座嘛 這個是很不錯的話題 第三根喔 千萬不要聊工作啊 我知道你下一個一定還要接工作 對 因為女生對你的工作沒興趣 尤其是工程師 絕對不可以講工作 我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看我今天晚上就 我跟你講我這個Java 一天可以寫一千啊 現在看他熊 對下去了 你最近心裡就 我都要睡著了 可以聊什麼 電影或者花茶或飲料 咖啡 還有旅遊 還有包包 還有包 反正男好不好 男生就是男 很多人藉由這個PUA 然後把它發展成一個邪術 他變成一個就是說 讓男生去搭戰一個女生 然後通常 一兩天之內就要上床 這個就是他後來變邪術 然後到現在出了很多社會問題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也是有小研究一下 就是他怎樣讓我 要問老師獻出真面目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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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抱著學術研究的那種 吃飯的時候跟看電影的中間 他會故意 反正兩個行程中間他會安排一個空檔 然後他就剛好就會告訴你說 啊 我忘記幫我家的小咪 餵他吃東西了 我出來就是忘記了 我忘記把那個貓石放在他的那個盆子裡面了 哇天哪 女生聽到這個 第一個你會覺得他很有愛心嗎 你只是陪我回去餵完貓之後 我們就立刻再去看電影 沒有我們只是餵個貓 10分鐘之後我們就去看電影 你看電影票都在這裡了 你看8點的票 我們這時候就要趕去 然後呢 就是在他願意跟你回去的時候 你就初步來 想盡各種方法 然後就把你留到他家 老師這一集就黃標你知道嗎 這招你真的不要拿去用啊 我們希望你學PUA 是能夠讓你找到真正的一段感情 那你有用這招嗎 沒有 那這招我個人認為是真的太爛了 中同學的確真的有 而且是女生還自願去 就是欸我想要去你家看貓貓 對 自己就往裡面跳 因為女生的天性就是喜歡小動物那些的 所以說他們自己會講 啊這貓啊他幾歲啦 然後就故意就開始跟你講 這也是剛才Sean我提到的 就是你第一個要引起他的興趣這樣 覺得我被挖坑跳了 男生粉絲喜歡女生是正常的 那你就要學方法去追也是正常 但是注意 你背後的動機是非常重要 剛剛羅老師講的那些東西就是 不良動機啊 而且後面呢 像自己本身看過的 有很多帥的 然後還去學PUA 這個要搭訕達人 他這個技巧他學完之後翻了 然後這個男生自己 雖然條件很棒 但是反而無法得到真耐 他是要千人斬啊 對 他就是要達成這種就是 反正跟他好幾十個發生關係 幹嘛 然後當成一個獵物啊 所以女生變成他實驗對象的白老鼠 告白或是沒有成功 其實你慢慢會有一些經驗 就慢慢去做就好 不失敗 你每一次都成功 那台牌是不正常的 OK 所以今天呢很高興邀請到 姐妹OS跟如文老師到我們現場 記得幫我們點讚 分享跟按訂閱 還有姐妹OS 記得趕快訂閱一下喔 台下你說很快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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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按讚 訂閱 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唷 掰掰